我们讲到亚伯拉罕 上帝给他这个应许 15章是跟他立约 立约的时候他在睡觉 就是把这个应许转成约的形态 到了17章是建立前约 已经亚伯拉罕99岁了 所以16章是讲到他软弱 娶了这个下甲 生了以斯玛利 17章其实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到了17章 神又再度跟他显现 上帝并没有因为亚伯拉罕做错事 娶了下甲 生了以斯玛利 就把应许完全拿掉 没有的 到了他99岁 神还告诉他说 很多的这些约的内容 跟他讲 要跟他立约 那么我们看这个君王 到了旧约当中 就有撒木尔记 讲到联合王国的开始 就是扫罗大卫所罗门 南北国分裂了以后 主前931年 那么就有非常多的君王出现了 对不对 特别是南国犹大 这是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王朝 那么一路的延伸到 这位米赛亚 耶稣基督的身上 是以色列的王来了 这就是在马太福音 我们所看见的 所以这个君王的路线 乃是瑶子真正 亚布拉后裔 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 所以他来 乃是来做仆人的 为我们舍命 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 整个马可福音的神学主题 那么他是我们的万王之王 所以启示录19章16节 就看见他大腿上 腿上有写这个万王之王 来我们看启示录19章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第16节 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指的这位荣耀的米赛亚 耶稣的降临 再领 好 第三条非常重要的路线 就是土地 我们在旧约的当中 讲到土地是非常重要 因为神是创造天地的 一个大主宰 特别土地的创造 在创世纪第一章 神是土地的主人 神设立了伊甸园 就是要供应亚当 夏娃在伊甸园生活的需要 把这个乐园放在人的身上 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被赶出伊甸园 所以这个伊甸园失去了 伊甸乐园失去了 上帝要恢复这个伊甸乐园 在弥赛亚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 他要来启示这个恢复 其中非常重要的 就是把这个土地 应许给了亚伯拉罕 所以这个土地 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 到了生命纪你会看到 当然我们说了 在创世纪这个地 不是流奶与蜜之地 这个地你会看到 有非常多的饥荒 对不对 亚伯拉罕碰饥荒 伊甸碰饥荒 雅各碰到了更大的饥荒 所以雅各后来下A起 这也是我们要去思考了 为什么创世纪当中 迦南地是饥荒之地 越来越厉害 但是生命纪却说是 流奶与蜜之地 这是大家先思考思考了 到立位纪十八章 我再跟你们解释了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的土地 应许给了亚伯拉罕 伊萨跟雅各 这个土地呢 也又被称作叫做安息地 来看生命纪 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生命纪 请大家翻到十二章 来请看第九节 十二章第九节 我们请这个财力 但我们读十二章第九节 好 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女神 所赐你的安息 其实就是指这个安息地 就是迦南地给的安息 所给你的产业 所以迦南地也被称作是一个安息地 不过这个安息地是一个预表性的 还没有完全实现 它是一个预表性的 真正的安息是由安息的主 耶稣基督带来的 所以好 那个是后面我们再来讲 安息日的时候再来讲 这个安息日的启示渐进 好 那么这个土地 到了约书亚的时代 就十二个字派就得着了这个安息地了 就是迦南地 所以约书亚纪它产生的背景 是有它的神学的需要的 等于是神对亚伯拉罕土地的应许 在约书亚纪的时刻实现 但是我们看见了真正的实现 是由耶稣基督带进来 今天在新约教会的时期 这个土地是一个属灵的 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我们大家一同来看 林前第三章 请大家一同看到第九节 三章第九节 林前三章第九节 好 我们请这个 利品带我们读 林前第三章第九节 好 今天在教会 是一个spiritual land 属灵的土地 是指的我们的灵工的建造 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看到没有 所以今天在基督的里头 是灵工的建造 还不是一个实质的土地 这个土地最后实质的得着 是新天新地 最终由耶稣基督的再来 得着新天新地 所以它是一个step by一个step 今天的启示的成就 是到了这个灵工的部分 好 那么我们看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神在伊甸园当中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宣告 女人的后衣要伤蛇的头 这个女人的后衣 那么要借着 亚伯拉罕的后衣 那么要诞生 请翻回创世纪十二章 请大家一同看第三节 十二章第三节 讲到弥赛亚的应学了 十二章第三节 我们请林传道 林明德传道 带我们读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 好 谢谢 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福 记住这句话 这个福是什么福 就是救恩之福 拯救之福 所以从亚伯拉罕的后衣当中 上古的时代 神已经在伊甸园当中 去宣告女人的后衣 要伤蛇的头了 但是对于这一位 弥赛亚的出现 那么一直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 他就非常明确的 告诉了亚伯拉罕了 万族要因你得福 万族就是万国了 一样的 世上的百姓要因你 亚伯拉罕得福 因为要从你的后衣当中 出现一位弥赛亚 所以为什么到了 创世纪四十九章 就讲到 雅各生的种子 十二个支派 其中犹大支派 就会产生戏罗 那么和平 和平就要来到了 来看创世纪四十九章 来看一下 四十九章 赐平安的 第十节 创世纪四十九章 第十节 我们请李新莲 传道带我们读 四十九章第十节 那么这边讲到 细罗 那么这个小字是什么 赐平安的 对不对 赐平安的 那么就是指的谁 指的弥赛亚 弥赛亚就是赐平安的 所以耶稣他在 拿撒勒的会堂宣告 主的银高在我身上 被鲁德德释放 受压制的德自由 对不对 瞎隐着看见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有没有看到 就是他要把一个平安 赐平安 平安归给地上的人 对不对 就是赐平安 放在 借着这位弥赛亚 第一次的来 就是要带到万民的当中 所以你就看见了 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开始非常重要了 因为从这个家族 本来是选支派 就是散族 然后选到了亚伯拉罕 就把这个弥赛亚的应许 放在他的身上 所以从圣经的创世纪 一路的拣选 上帝的拣选 就放在这个亚伯拉罕的 后裔的身上了 再从雅各的支派 选到犹大 越显越细 那么当然犹大的后裔 继续的往前走 那么就拣选 最后我们就会看到一条路线 好 那么这个的弥赛亚 为了这个弥赛亚 旧约就有非常多的预言跟预表 我们读摩西五经 有非常多的所谓的预言或是预表的 在你的书本第十页跟第十一页 有一大堆所谓的type 就是所谓的预表 有这个type还有这个antitype 就是什么番啊 一个是预表 一个是什么 antitype就是什么 不是反对 这个突然中文想不到 你会翻吗 antitype 一个是预表 一个是什么 相反的 但是那个中文怎么讲 专有名词我倒还忘了 现在只知道英文了 一个是预表 一个是完成的 这个预表的 完成它的 fulfill 对 实体 对 所以你看 你注意看 你看这个皮子 对不对 在创世纪第二章 第三章 应该是第一节 二十节吧 讲到皮子 就是咬指这位 明赛亚的流血 献祭 流血 那么方舟 就是指他的 celebration 进入方舟的 因为方舟只有一个门 耶稣说 从我这里进去的 才能够得救 对不对 才能够得到生命 那你看 雅各 我们还没讲到雅各 雅各 一离开老家 不是梦了一个天梯吗 对不对 这个约翰福音 就讲这个梯子 就是指的谁 指的耶稣了 Jesus 对不对 死者 从上下去 表示天地 借着这个梯子 已经 可以上去下来了 这就是天地打通了 那么这个梯子 就是指的谁 耶稣 耶稣就是这个梯子 你看 月节 也是讲到耶稣的救赎 会目也是表达耶稣的 他的身体 这个我们都会讲到 玛纳 是指 瑶子耶稣 是我们生命的梁 约翰福音讲的 以色列过红海 瑶子 圣明的一个洗礼 你看这些一大堆的预表 在旧约的当中 什么叫预表 预表就是 OT有讲的 OT讲会目 但是今天在NT的当中 把这个讲清楚了 这个叫预表 有type 有antitype 就是 成表 我最近年纪有点大 有些会忘 以前我是不会忘的 预表 但是这个就是 把它完成了 你懂我是吧 完成了 这是旧约 瑶子未来 NT要时间 所以很重要的 刚刚你问我那个问题 亚伯拉罕先以撒 对不对 我就跟你回答 新约有的那个经文 是把这一个旧约的故事 用这个经文把它定准了 你就讲那个就对了 这个是 讲句实在话 这是最好的解经 因为那是以经解经 你不要范围太大 你再超过去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 我们说 cannot control 你知道吧 特别是你们刚刚出来 做传道 圣经还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领受 不好意思 圣经大概要至少七年了 才能够真正的领受 七年了 各位在神圈读两年三年 Just a basic 我是把你们当自己人讲 我不必捧你们 我跟你们讲 那很实在的 不像我们这里有传道的人 都问问他 真的 我们出来去做服事 前面一两年 其实圣经还正在学习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们在神圈都是应付老师 就像你们要应付我一样 当然很坦白 我这个人讲很直接的 所以我常常跟我去不同的神圈教 我常常说你不要应付我 你要应付你自己 因为你去慕会的时候 信徒从你的身上 得到上帝的话语 他会非常感谢上帝 他也会为你这个传道人感恩 懂吗 是吧 你不要应付我 你应付我不必要 你有难处你跟我讲 我都可以给你A的 没问题的 我的分数是最松的 不要应付我 你要应付的是我们自己 把自己调整好 那个不太重要 分数不重要 以后没有人 请你去慕会的时候 问你摩西五星是得到A还是B 没人会问你这个 所以我们从这个旧约有预表 新约有讲叫 叫Antity 这个叫Type 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 比如说约瑟 真的讲实话 约瑟在新约还真的没怎么提 约瑟 但是约瑟的生平 好像有耶稣基督 背十字架的影子 对不对 他来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地方不接纳他 约瑟不是去看他哥哥吗 被他哥哥都卖掉 卖给伊斯玛利的商人了 是不是 一样的 约瑟这么有爱心 走到一半还迷路了 还去问路人 有没有看到我那些哥哥们 换做我早就回家了 跟爸爸说我去了 不过I lost my way very good excuse 对不对 我就不去了 看他们干什么 他们天天都讨厌我 约瑟也够单纯 还穿着那个彩衣 你看 哥哥看到更是眼睛都红了 刚好老爹不在 大家就联合起来 先把他给卖了 你看够凶悍了 这就是你看瑶子 耶稣基督约翰福音说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不接受光 一样的 他来到自己的地方 自己人却不接纳他 你的长兄到了 耶稣是我们的长兄 真正的神的儿子 弥赛亚来了 却不接纳 所以这个清约没有讲 但是我们从约瑟生平当中 我们看到有这个shadow 这个我们称作类表 类表 这个要用类似 类似 就是类表 就是说清约没有讲 但是旧约我们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看见 我们叫类表 所以预表跟类表要搞清楚 好那么我们继续的来看 在弥赛亚的救赎当中 非常之多的 慢慢我们就会看见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除了这个 弥赛亚的这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的制度 献祭的制度 行动 人物 迈基洗德 很多的制度 献祭 会墓 迈基洗德 大祭司的制度 这一类的 都有它非常重要 属灵的含义 来摇指的 这位 弥赛亚 所以这是非常之多的 特别是摩西五经 为什么我们说摩西五经 是整本圣经的基础 因为整个的摩西五经 是全本圣经当中 最多神迹奇事的摩西五经 因为在为什么 大家想想看 大家想想看 为什么摩西五经 这么多神迹奇事 使徒行传 神迹奇事也算多 但耶稣时代也算非常多 其实最多的是 摩西五经的时代 但是新约的书卷 就很少讲了 坦白说 彼得前后书 你看保罗写的书信 很少讲到神迹奇事 对不对 那是另外一种的挑战 这个你们要搞清楚 因为到了新约教会 开始第一世纪的时候 是文化挑战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文化挑战 我刚刚讲的后现代话 是其中一个 初代教会面临的是 希腊文化入侵教会 强调的是 犹太的律法主义入侵教会 我们看到 假师傅 不是讲十字架的真理的 进入到教会 他面临到不同的挑战 所以他要解决的是 这些的入侵教会 他就很少讲神迹奇事了 不是没有神迹奇事 但是他强调的是 教会在牧养的阶段 其实要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 圣经的教导 那问题在旧约当中 为什么有这么多神迹奇事显现 其实非常简单 看西伯来书第四章 来看一看 西伯来书第四章 来我们看西伯来书第四章 请看第二节 好 我们请来 熬成平 熬弟兄 熬姐妹对不起 对不起 你那个熬 我老是想到另外 清朝有个大将 讲得那么清楚干什么 不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是 是 是 我们都是文化人 好 谢谢 好 因为有福音 你注意这句话 好好揣摩 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 这是写西伯来书当时的时代 像传给他们一样 他们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那一代 只是所听见的道 与他们无异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这西伯来书真是我说了 没有读摩西五经 西伯来书大概是很难看得懂的 他说我们今天有福音传给我们 不过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一样的也有福音传给他们 你说怎么传 大家想想看 其实很简单 我们今天是因为有圣经 对不对 旧约没有圣经 还正在启示 上帝亲自介入 神机启示 以色列人出埃及 不是有云柱火柱吗 不是有天将玛纳吗 哪一天没有神机才叫做怪事 所以神机最多的是摩西五经的时代 最多的就是这样 非常特殊的 上帝借着他的介入 来彰显他的作为 神就是表演给你看 神就是进入到人群的当中 他所拣选以色列百姓当中 秀给你看 虽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 读圣经 但是一样的 他们可以观看神的作为 了解我意思了 其实都一样的 因为旧约正在启示 今天我们说66卷启示完毕了 我们虽然没有看过那么多神机 偶尔看个一两个 偶尔不会那么多的 但是今天我们借着66卷 已经够让我们明白神的作为了 所以这是神的作法不同 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神的启示 都完全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 这个弥赛亚 让我们信得永生 他也道成肉身 是我们的万主之主 这个部分就很简单 那么我们看 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当中 也有一个非常重要 保障的应许 什么叫保障的应许 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说 咒诅你的我要怎么样 咒诅他 祝福你的 我要 赐福给你的 我要祝福你的 我要祝福他 我要赐福给他 所以你就了解 这是一个神对亚伯拉罕的看顾 当亚伯拉罕下到埃及 妻子被抢走的时候 上帝就下了大灾 在法老的家里头 对不对 亚伯拉罕每次都是发妻子财 人家发国难财 他是发妻子财 谁要对付亚伯拉罕 那个人就倒霉了 包括亚伯米勒 我们看到创世纪 来看一看 第二十章 亚伯拉罕最喜欢 跟他的妻子叫妹妹 这当然也是他的妹妹 但是他另外一个事实他没有讲 他是隐瞒了部分事实 他不是撒谎 撒谎是把一个真的说成是假的 对不对 他不是撒谎 他是隐瞒了部分的真实 只讲了一个真实的身份 是我的妹妹 但是他还有一个真实的身份 他隐藏不讲 为什么 他很害怕 因为当时的人 如果妻子长得漂亮的话 那么人家如果要抢 抢这个妇人的话 会把做丈夫的杀掉 这是当时上古的一个风俗 所以他只敢告诉撒拉说 拜托你说你是妹妹 如果你要说 我是你丈夫的话 我就没平安了 所以为什么你看 亚伯拉罕下埃及他很软弱 对不对 那大卫的时代 就不像上古的时代 上古的时代是更残忍的 大卫是根本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借刀杀人 对不对 因为他碰到没想到 碰到这个乌利亚这么忠心 对不对 给他东西吃给他什么 叫他回家 他也不回家 他还真够倒霉 碰到一个这么忠心的 他的将领 是不是 你看 是不是 真是 真是不信 他从来没想到在他国度里有这么忠心的将领 打仗的 你看真是 异于常人 这种人 放他家他都不回家的 是不是 给他喝酒 让他最昏昏的回去 他在外面就睡觉了 大卫真的是千算万算算不到 八十八的老公是这样的老公 这是上帝的作为 太有趣了 好 那段我们不看了 好我们来看这个的宝藏今天也在新约教会里有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 今天在新约教会当中 同样的有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宝藏 今天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 21世纪的教会也是领受的 并没有离开我们 请大家办到林前三章十六节 好 林前三章十六节 我们请汪弟兄 汪世宏弟兄带我们读 三章十六节十七节 看到没有 谁要毁坏神的殿就是教会 上帝就要怎么样 毁坏那个人 贴撒罗家后书第一章 继续看 新约都有这些的经文的非常重要的应许 一路的放到新约教会的当中了 来 贴后第一章 我们来看 第五节 到第八节 五节到八节 我们请于方伟 来 要 神是公义的 要将患难 报应那家患难给你们的人 看到没有 这就是神对亚伯拉罕保障的应许 今天一路的延伸到新约教会的身上了 所以主导文也讲了 救我们脱离凶恶 对不对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好 那么我们看 今天我们的教会是免于灾难的 很重要的 所以我个人 我个人 末世论我是教会全体被提了 有很多的经文 我们将来有一个荣耀的身体 好 这是亚伯拉罕的应许 我们讲了人口君王土地 也讲到弥赛亚宝藏 当然还有一个是什么 律法 对不对 还没讲到 好 那么这个律法的部分 亚伯拉罕是75岁得蒙上帝的应许 出吾尔进迦南 亚伯拉罕 那么其实就已经因信称义了 但是到了15章第6节 他阿门神 神就因此称他为义 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在亚伯拉罕的身上 讲出来的是15章第6节 但是事实上亚伯拉罕也是 早就是因着信离开了吾尔 对不对 这个不是问题 所以他是先得救 先蒙恩了 结果15章上帝跟他立约 他在睡觉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卢跟火把 经过这个忌肉 这是恩典之约 因为亚伯拉罕没有走过这个忌肉 他在睡觉 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 上帝又跟他建立前约 叫他做完全人 这个约是永远的有效 刚刚都讲过了 最后才叫他行割礼 作为一个立约的证据 称义的印证 所以这个割礼是一个行为 是一个律法的要求 所以是因信称义在前 行律法怎么样 在后 这就是罗马书第4章 他讲的 跟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 非常重要的 这个事须不能颠倒的 我们的蒙恩德就是因着信 而却不是靠着什么 割礼 对不对 割礼只不过是一个证据而已 了解我意思 我们结婚会有订婚戒指 但是这个订婚戒指 如果没有带订婚戒指 就不代表说我没有结婚 懂我意思吧 结婚了就是结婚 结婚是一个事实 带不带订婚戒指 是另外一件事情 了解我意思了吗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大陆的得救的问题 是在哪里 常常把这两条路线 放在一起讲 一开始讲得救也是感谢主 主的恩典 靠十字架 讲着讲着最后 人软弱了 就是说大概他不得救 听了太多了 所以去大陆讲课 最痛苦的就是 传道人问我 这个人得不得救 我说我不知道他得不得救 我只劝大家 我们有没有把福音讲清楚 OK 不要一天到晚当审判官 你自己是不是把耶稣基督福音 讲得一清二楚 对不对 让人家认罪悔改 你天天说人家可能不得救 身上一大堆病 问题是我们给他药的时候 是不是给的是对的 我们怎么不好好想想我们自己 是不是 人家感冒嘛 给他吃个拉肚子的蟹药 他当然病不会好嘛 我们如果对耶稣基督福音 什么传都讲不清楚的时候 人家听我们讲的福音 不就是吃错药了吗 是不是 所以我那天讲 福音是有一个seed的 那个种子 让我们重生得救的种子 什么可以让我们重生得救 这个很重要 是不是 要先我们传道人去搞清楚 所以我们先不要去做审判官 先想想看 这个人得救的时候 是谁给他传的 他到底是不是真正领受到一个 纯正福音的种子 还是只是说信耶稣生意发财 信耶稣一定病得医治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完蛋了 万一病不得医治 当然他就离开了嘛 因为他可以把耶稣当作偶像拜嘛 因为异邦异教的偶像就是 这一尊不灵我就换一尊拜嘛 是不是 异教偶像不就是这样的嘛 所以中国大陆有很多山嘛 从这个山可以拜到那个山嘛 就是这样 他花的精神也很大 他还真愿意去拜 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常常说 我们不要一天到晚急着去 说人家怎么样 先看看我们自己 是不是把福音讲清楚 真正碰到那个不清不楚的 那是我的责任 我是传道人 我要把耶稣的福音 重新好好的讲一遍 让他得救 对不对 我们是救灵魂嘛 我们不去救这个灵魂 不去关心他 天天在那边审判他 他也不会得救啊 如果他真的是听错的话 我看太多人干这种事情了 我说你不要天天到晚 嘴巴摆在那边就是审判人 你看到不太对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牧者的心肠 我们是救人 不是去那边 天天把人抓出来去审判 你不要天天判断他怎么样 他可能有点难处嘛 对不对 你也要安慰他嘛 你只要问他耶稣在哪里就知道了 怎么信耶稣的了 稍微问一问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也说嘛 我最怕人家跟我讲 跟我讲了 哇 二十分钟 这个人的历史 讲完以后 问好说他得不得救 我说 我只听你讲二十分钟 我也搞不清楚 你二十分钟 想把一个人得救的历史 一直到他服事 到最后在教会怎么样 全部讲清楚也不太容易了 对不对 他可能刚开始很好 说不定是别人绊倒他了 是不是 他不愿意来教会嘛 可能是人的问题嘛 不是信仰的问题嘛 很难讲 其实我最怕人家问我这个问题 很痛苦的 因为变成我也要做审判官了 我也可以说yes 也可以说no 对不对 我说no的话 我变成他的判官 判官长 税吏长 判官长 糟糕了嘛 好 那么我们今天在新约教会 也是因信称义在先 接着我们所得作是 永约之血 看西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留的宝血 是永远有功效的 我们称作是永约之血 所以一个重生得救 认罪悔改 重生得救的信徒 永远都是在上帝的手中的 他不可能会失落的 如果失落的话 耶稣的保证不就是白保证了 我不比万有多大 好 我们看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西伯来书十三章 来看一下 西伯来书三章 请大家看二十节 但愿是平安的神 就是那平永约之血 是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这边讲永约之血 请你圈起来 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流出的是保血 是一个血约的形态 而且这个约的效力 是永恒有效的 所以叫永约之血 他的得胜乃是得胜有余 败坏了那个长死权的 所以我们因信他认罪悔改 我们可以得救 这是有确据的 好 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 是有效的 所以希伯来书好好去读的时候 我们后面应该会讲到 有很多的是得到永远的基业 这一类永远的永远 这个永字在希伯来书常常出现的 他告诉你信了这一位大祭司 耶稣基督你得到什么 得讲很多的 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救恩还会失去 那个是看作希伯来书的 整个的神学主题了 好 那么我们洗礼在后头 这个就是行为在后 我想这是从亚伯拉罕这个恩典之约当中 最后耶和华神要求他有一个歌里的 一个立约的证据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整个亚伯拉罕伊沙雅各的当中 这个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延续 我要请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单子你不必抄 我会给你的 我会单独印给你 因为这个书里面没有 好 我让你看一下你就懂了 我让你看一下就懂了 因为你们从第一堂就听到现在 应该都抓住了 OK好 亚伯拉罕约的延续 这个你不必抄 我们讲到人口君王土地 弥赛亚跟宝藏 当然这个割礼是一个律法的要求 当然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行割礼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了 那么人口的部分从神对亚伯拉罕说 生养中都遍满地面 也是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 赐福给人类的 这个我们也讲过了 神也对挪亚说了要生养众多 今天到了以撒的身上 一样的把这个人口生养众多 就放在以撒的身上 这书上没有的 不必抄 我会印给你们 创世纪26章第四节 请大家看一看 所以你就了解到 整个的路线都是按着 这个国度的四条路线 一直在打转 所以你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辛苦 来看创世纪26章 请大家看第四节 就讲到以撒了 26章第四节 好 我们看一看 在26章第四节 我要加征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心那样多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讲了他的什么 后裔了嘛 对不对 好 到了雅各的时代后裔 我们看28章 非常之多了 对了雅各也是一大堆了 28章 来 我们看 28章第14节 好 请看28章14节 你的后裔 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必像东南西北扩展 开展 地上的万族 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你看懂了吧 你看他不断的 把这些的应许 放在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上 以撒完了就是雅各 就是一路的延续下去 好 君王也是一样的 你看以撒 虽然没有很明显的君王的 在他的身上 但是君王是做治理的工作的 做治理 他去打井 这个井挖井就有活水出现 他也有一个君王的生命 别人跟他抢井 他就让 对不对 最后别人跟他立合约 他也跟人家立合约 其实他就是一个加拿地的主人 因为整个地其实是给他了 到了雅各的时候 27章29节 我们看看27章 创世纪27章29节 你看 以撒的祝福 愿多民侍奉你 多国跪拜你 这不就是一个君王的一个身份吗 对不对 多民 侍奉你 多国跪拜你 愿你做你弟兄的主 好 继续来看 看35章11节 请大家一同来看 所以这个部分就 把这个约的部分搞清楚 基本上 大家整个基本贯穿了 来 创世纪35章 请看11节 神又对他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生养众多 人口的 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 从你而生 又有君王从你而出 有没有看到 那个君王出现没有 出现了 好 大家就知道 这个约的延续 后来到雅各的身上 亚伯拉罕伊萨雅各 所以大家去读的时候 这是一个高速公路 一个主轴 为什么你一开始 你伊甸园的计划搞不清楚 你后面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你前面开头没开好 后面你就不容易去 抓到他的重点 好 那么土地也是一样的 这个不去多讲了 有关土地 伊萨雅各都有的 神对亚伯拉罕的 弥赛亚的救恩万族 伊尼得福 刚刚都念过了 这边都有了 对雅各也有了 后来雅各的 这个犹大支派 就得了这个弥赛亚的祝福 西罗来到 是平安的 神对亚伯拉罕的宝藏 对伊萨 对雅各都一样 你看伊萨 在基拉尔的时候 虽然被欺负 但是神与他同战 所以让他去挖水井的时候 山口活水出现 上帝保护他 看顾他 让人家看到说 原来你有耶和华的同战 大家会害怕 结果那些人就跟他签合约 到雅各也是一样 雅各离开巴旦亚来 那个拉班不是很厉害吗 上帝就时候到了 功课学完了 二十年以后 从舅父的家里面出来了 拉班去追他 神就在夜间起来 跟拉班讲话了 叫拉班 actually就是告诉拉班 你要让他走了 你要不要缠着他了 因为拉班这个人太厉害了 两个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很有趣 所以大家就从这个经文的当中 你们就可以看见 神怎么样去保守 亚布兰伊萨雅各 都是一样的 像这一类的 在圣经的当中 都会出现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 到了雅各的时代 来我们看雅各 我们说老大流变 放纵情欲 因为当拉结死掉了以后 这个流变老大 就等于是跟妾同情 跟这个爸爸的雅各的妾同情 而西缅跟利未非常的凶残 用了一个割礼的理由 那么就残杀了这个残杀人 这个是西缅 所以在事件这个地方 那么就用属灵的理由 所以这个西缅 利未都没有得到长者的命分 但是利未后来被拣选成为 服侍上帝的 那老是犹大就得到了 尼赛亚的祝福 那么老大到底是给谁了 看历代之上五章一到二节 这个有非常清楚的经文 告诉大家 西缅这个老大的民分 给了约瑟 约瑟的两个孩子 以法连 马拿西 各得了一块土地 所以长者是得双倍土地的 来请大家翻到历代之上五章 第一节 戴上五章第一节 我们请陈士芬带我们读五章 第一节跟第二节 清楚了 所以我们说约瑟得了什么 长者的命分 那雅各 约瑟原来的孩子 长者是谁 马拿西 赤子是什么 以法连 注意 你们没有反应 知道 应该都知道 但是老雅各祝福的时候 右手却搭到以法连的头上 结果就把赤子 祝福成为长子了 所以这个以法连 在犹大以色列的支派 你要注意 它是一个尊位 尊长之位 尊位 就好像初代教会 九路沙人一样 是第一个mother church 这个是读后来历史书 非常重要的 大家读了先知书 何悉啊 不是讲到以法连 像你有翻过的饼吗 这句话 你们大家都比较熟了 其实在讲谁 北国 懂了是吧 因为北国十个支派 以以法连作为一个代表 你就了解 为什么用以法连 所以你从这些 你就有一个基础 一定要搞清楚的 好 那么 那么我们来把这个创世纪 基本我们就要停在这里了 我们回过头来 最后来很快的看一下 做一个综合整理 就可以了 其实在创世纪的当中 这些的人物都有非常多的属灵意义 看你书本的十九页 那么以诺我们讲过了 他是指的摇指的圣徒因信被提 因为于诺因的信蒙到上帝的喜悦 他就被带走了 这是于诺 那么以斯玛利我们已经讲了 这是凭血气所生的 因为亚伯拉罕以为 这样可以成就上帝的应许 我们称作是什么 律法主义 他以为靠行为可以得到应许 对不对 所以以斯玛利在整个圣经 讲的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 这个律法主义跟律法是不一样的 因为律法是好的 是良善的 罗马著第七章讲的 但是律法主义是靠行为 想要进天国的 得应许的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以斯玛利就有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叫靠行乘应 什么叫靠行乘以 靠行为 想要成就上帝的应许 这个被赶出去 因为我们今天 完全是靠耶稣 因信靠基督 才得以进神的国 雅各离开的老家 就在伯特利梦到这个天梯 我们今天就靠这个梯子 可以回到天上 这个梯子是指的 弥赛亚耶稣的 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 基督是我们的宗宝 天地已经被打开了 靠着祂我们可以回天家 回到伊甸乐园的当中 所以你看旧约 都有非常多美好的这些的 属灵的含义 所以讲到讲这些旧约 讲不完的 不要只是讲新约 旧约其实有非常多美好的信息 但是讲旧约 结论用新约 告诉你讲到要这样讲 讲新约 例子用旧约 记住这个原则 讲到就会很讨好 传道人要懂得 不要用太多世界的例子 不要一开始就是 昨天我看到新闻一个什么 偶尔用用可以 那个不是主体 以前我看到一个传道人 一上去拿了一本读者文哉 圣经的例子一个不讲 就讲这个读者文哉 在这里面一篇文章 不好意思 如果一般我们给他打两个叉 你是传道的 圣经有够多的例子 给你讲 不要讲读者文哉 你要做一个小影可以 不要占传道的整个主体 这个不好 太多值得你去讲了 好 所以创世纪的人物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亚当犯罪得到咒诅 神人分离 因此我们需要 弥赛亚的救赎 亚伯因信献祭归回神国 所以我们知道 归回神国的方法是因信 以诺与神同行被神取去 是因信被提 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 对不对 我们因信可以回家了 挪亚是上帝教他造方舟 进入方舟的生命得以保全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救恩是完全的 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 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这个信的内容我已经讲了 我们如果不信 这神的无中生有 死无便有 死无便有或是死而不活 今天我们不能蒙恩的 这是我们信仰的盘石 上帝也把应许给了亚伯拉罕 伊斯玛利是律法主义要逐出 伊萨是应许的孩子 他是继承产业的 迦南地他来继承 他来经历神的丰富 神的看顾跟保守 雅各与神摔跤 雅各的生命里都看到神的管教 为了让他活出基督的新乡生命 所以这个雅各是抓的意思 后来变以色列神的王子 约瑟是有异象 他年轻的时刻 同志的时刻 上帝给他两个异梦 对不对 为了这个异梦付出代价 他是一个使命 所以亚伯拉罕 伊萨 雅各跟约瑟 是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教会 四个属灵的阶梯 亚伯拉罕是信仰 伊萨是享受基督里的丰富 雅各是让我们活得像基督 约瑟是使命 所以一个基督徒只会敬拜赞美 还达不到上帝最高的标准 他要有使命 对不对 我们的改变是为了拯救人的灵魂 保全人的生命 最后我们看看创世记 请大家一同来看 47章 我们看一下 来看45章 来看一看 你看约瑟所说的第五节 当约瑟他明白上帝在他生命里的计划的时候 他再也不去 他从另外一种的角度去诠释 过去让他所经历的这些的苦难 你看45章第五节 现在不要因为把我迈到这里自忧自恨 这是神猜我 在你们以前来 为要保全生命 现在这个地已经饥荒两年 还有五年不能耕种 不能收成 神猜我在你们以前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 在世上 又要大使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猜我到这里的 不是你们 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 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看到没有 所以这就是约瑟的生命 为了这个保全全家的生命 他先被猜浅到埃及了 对不对 为他的家 将来能够在大饥荒的当中 能够保守他全家的平安 就在割三地 结果人口就不断地繁殖 不断地生养众多片满地面 这就是上帝的一个非常奇妙的作为 在这个约瑟的身上 所以亚伯拉罕伊萨雅各约瑟 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四个阶梯 我们先得救 再来享受基督的丰富 我们也要在神的家里头改变 活得像基督 但是这样还没有满足神最高的旨意 最高的旨意就是 我们要遵行大使命 对不对 约瑟就是代表了使命 为了使命我们愿意付出 所以现在二十一世纪很少讲十四价 很少讲使命 因为你讲使命要付出的 现在二十一世纪后现代化的影响 是消费主义进入教会 什么叫消费主义 你去一个东西买 买一个东西一百块 你希望它有一百二十块的价值 这个是最好 至少不要九十九块 九十九块就气死了 因为假如你买的是一百块 那个我网上买 还有一家更便宜九十块 哇那天晚上一定气得半死 这个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是I pay I get 我付出我要得到什么 这个是消费主义的观念 在世界上是很自然的 但是你今天教会 把这种观念带进来就麻烦了 因为我奉献 所以我要希望从教会得到 相同的奉献的价值 就糟糕了 对不对 因为在神的家里头 最高峰是什么 付出 像约瑟一样 他付出 付出到最后 是为了别人的祝福 保全人的生命 所以教会立在这个世上 最高的旨意是什么 保全周遭灵魂的生命 去传福音 他就是这个帐绑 属灵的帐绑 所以你看亚伯拉伊萨雅各 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 创世纪五十章 为什么用了这么大的章节 去讲亚伯拉伊萨雅各 跟约瑟呢 是有他非常重要 属灵的含义的 好 所以盼望我们大家 在教会服事 要看到那个最高的旨意 好 我们继续来看了 到了这个出埃及了 很快的 那么 以色列人到埃及 总共是四代 通常称作四百年 好 那么我们看 在出埃及的当中 一开始 他就讲到 这个摩西的一个预备 整个出埃及的结构 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在的教会教主日学 对于出埃及记 其实对整个摩西五经 没有一个非常正确的看见 因为我们外邦人信主 所以对摩西五经 用了五卷 创出利民生 对不对 大刀一切切了五大块 其实我告诉大家切错了 犹太人律法书 我们所谓的摩西五经 是一卷 了解我意思吧 犹太人是一卷 叫Torah 一卷 我们因为是外邦人 所以切成创出利民生 这么一切 完蛋了 你知道吗 因为整个的 整个的摩西五经 如果要切的话 就像一个西瓜 只能用大刀切一半 怎么个切法呢 很简单 一半叫历史 一半叫teaching教导 很容易的 现在还不清楚 从创造天地开始 就是上帝开始创造了 这是神的创造史 讲到人历史的发展 人类的堕落 上帝的拣选 一路讲亚伯拉伊萨雅各 以色列经埃及出埃及 对不对 好了 从创世纪第一章 到出埃及18章结束 这个叫history 历史的进程 请翻到出埃及19章来看 开始了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段落 叫做teaching 就是班下律法 律法这个字 Torah T-O-R-A-H 这个字 是teaching 不是大家所讲的 世界上的那种法律 错了 那个是吓死人的 其实那个希伯来文 本身就是一个教导 教导以色列人 成圣用的 来翻到出埃及19章 第一节 我们从第一节看到 第六节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请那个 彩利战文读 出埃及19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出埃及19章 第一节一开始就讲 以色列人出埃及 过了红海以后 满了三个月 就来到西乃的旷野 有没有看到 好 他们就停在 西乃山的三角下了 他们停在那里干什么呢 很简单 他们停在那里来 领受神的教导 参加主日学了 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 下一步是什么 除了来教会敬拜以后 要来学习上帝的话 一样的 那从以色列人出埃及 三个月 一直到第二年的 二月二十号 总共花了多少时间 在西乃山的三角下 大家算一下 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号 才离开西乃山 往前行 花了多少时间 三个月出埃及 扣掉三个月 大概是几个月 十一个月多 对不对 十一个多月 在西乃山的三角下 翻到民书记十章 第十一节 来看一看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 一个大西瓜切一半 一边叫做历史 一边叫做交道 这是摩西五星 非常的balanced 很平衡的 来 民书记十章十一节 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 云彩从法贵的账目 收上去 有没有看到 所以以色列人 三个月走到西乃山 三角下 就停在西乃山 三角下了 到了第二年的 二月二十号 才从西乃山的 三角下离开 所以总共停了 有十一个月多一点 所以大家就了解到 律法的班下 是从初外一纪记十九章 一路到民书记十章 第十节 了解我的意思了 这全部都是在西乃山 三角下 他们所做的事 所学习的 现在你就清楚了 生命记这一卷 请你先破开看 先把它放一边 因为生命记是重生律法 你如果初外一纪十九章 到民书记十章 第十节 搞不清状况 你生命记基本也不必读了 所以生命记不必担心 你只要把 初外一纪十九章 到民书记十章 第十节 内容基本搞清楚 生命记非常容易读 因为它是重生律法的部分 了解我的意思了 所以如果你开主日学 一开就开到什么生命记 那是自己找麻烦 因为你根本不清楚 他在干什么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 独立未经一读就安息了 听完以后你就不会安息了 因为你就明白了 你没有听 你绝对睡不着觉 那个比吃安眠药还有效 很多人是出了埃及 走到西乃山三角下 还没有离开西乃山 很多人说我是倒闭旷野 我说No 你连西乃山都没离开 就已经倒了 因为十节读完就看不懂了 哪里有离开西乃山 对不对 我想很多人他误会了 我说你能够离开西乃山 不简单 至少上帝的十一个月的教导 你大概都明白了 你才能够起行 了解我一次 所以开开玩笑 不是吓大家 这个部分是所谓摩西五经的珍珠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华人教会最不懂的 往往我们都说律法不好 不必读了 但是耶稣说我来成全律法 他讲的就是这个部分 这里面包括了非常多的 敬拜条例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条例 就是典章 一个是律例一个典章 一个叫诫密 三大部分 好 那么回到出爱记 先来看历史的部分 从第一章到第十八章 是history 历史的部分 那么我们翻到出爱记第二章 大家已经把大结构搞清楚了 一开始第一堂我没有介绍大结构 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些人还没有来 那么早讲的话就不行的 现在差不多了 那么从出爱记第二章 请大家一同来看一节经文 请大家看二十三节 来我们看一看 出爱记第二章二十三节 出爱记第二章二十三节 我们请翁丽萍带我们读 过了多年埃及亡死了 以色列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 他们的哀惜哀求 好继续读 过了多年埃及亡死了 以色列人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了 他们的哀声答应上帝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你看圣经怎么表达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后面那几个字是什么 他纪念与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什么意思 神没有忘记 要更具体一点 可以更具体一点吗 还不够具体 约里面讲了什么 我刚刚讲了那么多了 不是 财力已经差不多了 神告诉亚伯拉什么 那咒诅你的我要怎么样 对吗 保障嘛 对不对 刚刚已经我说已经讲了 这是第一个 记住啊 因为上帝出招 是有话语的基础的 神出招不是乱出招的 你要知道神的作为 是按着祂的话 而来做的 神也不是那么随心所欲 没有的 祂是按着祂的话 祂是立约的神 祂话说了什么 祂按约来办事 第二件非常重要的是 创世纪十五章 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看 因为上帝其实 在立约的时候 已经跟亚伯拉罕 讲到他后裔的事情了 来我们把这看完 就停在这里了 来看创世纪十五章 第十三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一国 我要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 从那里出来 有没有看到 其实上帝早就把他 亚伯拉罕后裔 进入到埃及 要服侍那一个地方的人四百年 以及以后 时候到了他们要出埃及 早就讲的一清二楚了 有没有看到 神早就告诉亚伯拉罕 他后裔未来的事情了 所以当上帝听见 以色列人哀求的时候 他就纪念 他跟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非常重要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就了解到 其实当我们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其实请大家想想看 当以色列哀求上帝纪念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摩西请问你预备好没有 摩西预备好没有 摩西早就预备好了 出埃及第二章 一开始不就是记录摩西的诞生 一路记录他在旷野 到了米甸 总共八十岁了 所以这边有一个经文 是一个当时的背景 最后我讲完就听了 埃及的法老死了 因为摩西当时杀了埃及人 不是通缉犯吗 知道这个背景了 不需要我多说了 当埃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风俗 其实中东都有的 如果是法老死掉 就是君王死掉 他们会大赦天下 大赦 所以当法老死掉以后 摩西的通缉犯的身份 会被免除的 所以为什么埃及王死了 摩西的通缉犯的身份 也没有了 以色列开始探西哀求 一去祈求 上帝你看第三章 就是摩西的呼召 有没有看到 接着神就呼召摩西 你要把我的百姓救出来 就开始去讲 非常重要 就召他去下埃及 所以摩西其实 在以色列还搞不清楚的时候 上帝早早就为他预备了摩西了 就像我们这一群人 当我们还不清楚的时候 其实耶稣的十字架 早就成就了 等到有一天 我们哀喜探求了 我们到神的教会了 对不对 刚好有需要了 接受了耶稣 我们就蒙了 一样的 所以这个出埃及 非常有趣 我们礼拜天 下午两点半继续讲 我们做个祷告 天父求你帮助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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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